今天第三次上課 第二次上課裡面主要是針對文字與真相函數 針對解決問題去找到一個對應的解決的函數 比如說我要重複文字的話 那就 repeat,repeat,rept 我要算字數長度,l,e,n 我要判斷是中文還是英文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你可以用call去判斷 但是好像我記得有些電腦的版本 不曉得是因為新版,call好像有點不太OK 所以如果call不OK的話,你可能要換一個方法 用這兩個,l,e,n跟l,e,n,b l,e,n的話是算字數幾個 那l,e,n多個b,這個b的話指的是byte 就是說它算的不是幾個字 而是它佔幾個byte的容量 所以一個是算字數,一個是算容量 那在isail裡面它的規則 它不是每個軟體都一樣 它的規則是中文是佔兩個byte 那如果英文跟數字還是佔一個byte 不過新的unicode可能規則改了 它不管中英文都兩個byte 那當然就不OK 可是以sail裡面來看 是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判斷 到底是中文還是英文 其實是可以用這兩個函數來解決問題 O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test函數 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因為將來很多在isail裡面你看到的資料 不見得是可以真的取出你要的部分 比如說像那個 上個禮拜看到那個民國年 當然你要記得在繁體中文的環境下 假如你要取得幾年次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你必須要先用test函數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函數用eer也可以 只是說我們 主要是針對文字與資料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想到test函數 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OK 那另外的話我們把這個年次取出來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樞紐分析 那裡面的話當然我希望做出一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那主要我是希望能夠知道 會員裡面到底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OK 最後答案好像是 這個七年級生好像最多吧 那另外後來畫個圖 所以我畫個直條圖好了 那這樣的話可以 很直覺的看到結果 另外當然你可以延伸 我有講你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去統計 看比如說雪形好了 到底會員裡面 哪一種雪形的人最多 OK 那當然我如果希望把它繪製成一個 比例圖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它畫成圓形圖 這應該 算是還蠻容易的啦 我覺得就是說 在ECL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第一個當然是函數啦 函數一定要學會 那第二個重要啦我覺得 就是樞紐分析表 因為最好用嘛 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就串聯 ECL最重要的幾個功能 因為好處就是完全不用寫任何程式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把事情做完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要寫程式 可不可以啊 如果你要做大量的重複的 可能你要畫的 你要做的報表不只一個 你要畫的圖也不只一個 很大量的 每天重複的 那當然你就寫程式就好了 OK 那所以 影片的話在這邊 你如果要看的話 你直接點選或者直接連結過去就OK 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你可以 那我是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這邊有清單 那當然你可以點選你需要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再去做 複習啦 那每一次上課都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怕跟我上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還有論壇 論壇裡面其實也有一 就是 去年跟前年的啦 那當然你就斟酌看你要加哪一個啦 因為每次上課的內容稍有一點點不一樣 而且好像前年的周數比較多 所以 理論上會上課 上的課程內容比較多啦 你們可以自己再針對 哪一次上課比較不熟 這邊都有 這個上課內容啦 你們可以 針對自己比較 這個有興趣或者是說想要先預習的部分 先看過 那今天的部分呢 我們要延伸就是 這個 如果是單元的部分 應該是在 一樣是第一個單元 不過呢這個時候呢我會希望 再做大量一點的統計分析 而且能夠跟 這個 我們 Big Data 有點關係 就是說這個資料是來自於什麼 這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如果說啦 我想要 大家取個資料我覺得最有公正性或者可以練習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到一個平台 比如說呢我想知道一個事情的答案 那這個資料其實政府都有公開 比如說我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到底台北市 近八年來的治安 到底是 變好還是變不好 OK 是越來越好呢 還是越來越不好 當然這個答案呢 如果你問路人啊 或台北市 的人呢 他們可能 答案都不一樣 那當然答案裡面其實蠻多是主觀的啦 因為他沒有數據 他只是感覺上 最近附近有沒有 竊道 發生竊道 他會是一種比較主觀的 那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呢如果我想要知道這個答案比較客觀的 一個 這個結果的話 那理論上當然我需要取得什麼 取得是 這個 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 應該台北市的警察局吧 他的報案紀錄 那這個當然理論上目前應該 比較沒有 相對應該比較沒有可能吃案啦 我想這應該是還蠻客觀的 所以這個 資料怎麼取得 其實蠻簡單的 你只要在Google上面打一個開放資料 所以你打一個 開放資料 這個關鍵字 那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個就是政府的開放平台 你點擊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有政府 每個政府機關 包含什麼呢 資料級 其實就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話 全部資料 當然包含中央 也包含地方 有沒有 然後呢 也包含什麼呢 主題各類的啦 還有就是說 檔案格 可是裡面的話 Excel 跟Excel比較相通的 可能可以用CSV 應該是直接可以開啟 沒問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 除了說可以按照類別之外 當然你也可以 給他一個關鍵字 那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自然 好壞的話 我 取一個比較指標性的 住宅竊道好了 所以我就 輸入那個關鍵字 也許叫 住宅竊道 那當然住宅竊道的話 我們來 當然竊道案件 全省都有了 不過呢 這個地方提供的資料 通常會 就是 地方政府 或者是 中央政府都提供 那你可以看到 找完之後呢 結果裡面 他列出來 你會發現 雖然我是找住宅竊道 但是他跳出來 第一個是汽車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 是自行車 第三個才是住宅 假如啦 我希望知道 幾件事情的答案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 近八年來 其實就從104 看到104 到111年 因為今年還沒結束 所以我們就是 到去年為止 的切刀案件 到底是增加 還是減少 我想要知道答案 所以可能我需要 三個問題的答案好了 那請你幫我 繪製三個圖 一個就是 第一個圖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們 我這邊其實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 也有 這個 對應的 參考的 這個講義 就是台北市住宅 竊道點位資訊 那這裡的話 其實 我們會需要三個圖 第一個圖就是 請你幫我繪製 歷年竊道折線圖 那所謂的歷年竊道折線圖 就是說我希望按照 104年 到111年 幫我畫一個 折線圖 這個折線圖 可以從折線圖裡面看出 到底 治安的 這個數量是增加 還是減少 其實因為跟年有關 時間軸 多半還是會用折線圖 會比較多 第二個圖的話 就是說 告訴我 台北市12個 行政區 到底哪一區 治安最差 到哪一區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直接感覺好像哪一區是比較 治安比較差 好像有時候 對我發現 同學第一個會想要萬華 但萬華這麼 治安有這麼差嗎 答案可能 當然這是主觀的 實際上客觀的來看 似乎好像 不見得一樣 OK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 自己先推論看看 但推論不見得是 跟結果 跟結果是相符的 不過這當然是可以推論 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的推論是對的 那OK 可是你推論不對的話 那到底為什麼 其他哪一個區 會治安更差 為什麼 你可能還是要自己再去找答案 那怎麼樣再深入去找答案 我覺得 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用主觀意識 你不能說我覺得 你覺得你是誰 對不對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嗎 而且即便你是什麼樣的人物好了 你也要拿出數據說話 現在很多人 說話 都不提供資料的時候 那就完蛋了 很快就下台了 有沒有發現 現在很多時候 人家就是要跟你要資料 你就把資料給人家就好了嘛 事情我覺得就好 就簡單了嘛 但是你硬是不把資料拿出來 然後意思在那邊說 別人攻擊你怎麼樣 那我覺得 其實沒辦法說服人 最簡單的 你就把資料拿出來 大家 明明白白去檢討就好了嘛 就簡單的 說真的你很多時候 流於情緒 或者可能在 什麼 可能還要哭一下 那我覺得好像沒有必要 因為政治人物 太過主觀 太過情緒 其實都不是好事 對不對 你盡量就拿出 真實的數據嘛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的練習 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 折線圖就是歷年竊道 第二個就各區 第三個是路街道 我是要 知道哪一條路 或哪一條街 或哪一條道 他的 竊道案件是最多的 那你幫我舉出前十名 我只要 那當然為什麼要 知道前十名 當然因為雷區嘛 以後不要採雷 你租房子不要租那裡就好了嘛 避開 那就不會採雷了嘛 就跟你們去吃東西一樣 可能還是要先看一下評論 有沒有 那Google地圖上面看一下 是不是 評價很差 如果很差的話 你不要去了 不過我覺得現在好像Google地圖慢慢也商業化 早期是比較可惜 現在好像慢慢是不是可以 去把一些是不是可以消掉的 不知道 我記得以前好像很多都是 分數很低的 突然間 每個都是 四顆星以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找到這個資料 就是在開放資料裡面 找到那個什麼 這邊我是搜尋住宅竊道 或者你可以從其他 你可以從台北市裡面去找找看好了 然後 其他縣市也有 當然 未來你也可以 再去跟其他縣市就比較 然後 這個住宅竊道點位 點開之後 他會跟你講說 他的資料時間是104到今年為止 然後提供的欄位 他會提供給我們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這五個欄位 底下其實還有提供的單位 提供機關是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 而且他底下還有提供那個 就是 什麼 承辦人員的那個 姓名跟電話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這個資料 有疑慮的話 其實還可以打電話跟他說 甚至資料有問題 有錯誤 其實也可以請他去修正 然後 底下 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們自己 甚至如果有一些你想要 討論的 他底下還有一個討論區 有沒有底下還有一些 相關的 好 那我們 接下來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怎麼下載這個CSV 很簡單 這邊不是有一個CSV下載 你把它點一下就OK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在如果你是用Google瀏覽器的話 他的上方這邊就有一個下載完成 你把它點開來 我點這個好了 資料夾裡面 他是會在下載裡面 那你就把它點兩下 直接打開就可以了 OK 那基本上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是不會亂碼 但是有一些資料可能會亂碼 那這樣另外再說好了 那基本上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因為CSV的格式 他可以直接用以色列來開 不過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底下會出現一個警告訊息 他說CSV雖然可以用以色列來開 但是你將來直接存檔成CSV 那你以色列做的事情都會不見 為什麼 因為CSV 他只有支援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將來如果產生很多工作表 所以存檔的話 只會留下一個工作 其他都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比較保險的做法 其實就是把它另存新檔 OK 那我建議你乾脆直接把它存成 不要是CSV 存成什麼 存成以色列的活躍布就好了 OK 所以我看乾脆直接把它先存桌面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OK 把它儲存 或者如果你有隨身碟的話 你就把它存在隨身碟好了 那檔名我就不改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標明他的那個 編碼方式 不過編碼方式 OK好 這樣按存檔就OK了 那你會發現警告訊息就不見了 好第一個OK了 第二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資料 到底有多少 蘭位數 A到E 那我的習慣 因為它蘭寬 沒有自動 排整齊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 A到E 這五蘭選起來 快點其中一條蘭線 中間一條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調蘭寬 把它調得比較整齊 不會說 有些線好像 這個不夠寬 OK好自動調 那剛剛Ctrl一下 如果你假設不點兩下這個動作 其實也可以從常用裡面的 自動調蘭寬這邊去 去找到 其實就等於這個 但 一般比較直覺就點兩下比較快一點 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資料到底有幾筆 一般習慣 你可以 游標也許放在 A1 Ctrl向下 如果你按下Ctrl向下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它目前的總比數 總比數的話 客戶 其實這邊是列數啦 那這個是它的比數是3680筆 也就這麼多資料喔 那也就104年之後喔 基本上呢 發生的切斷案件就這麼多 但是啦 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年發生的最多 哪一年發生最少 或者是哪一個 這個數量到底怎麼去統計 當然不是說叫你用眼睛看 別叫你用算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算的時候 假設我們需求是 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第一個當然你要想歷年 歷年的話我們需要一個欄位 叫什麼 叫年嘛 OK 那年這個欄位目前有嗎 目前沒有 沒有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在 把 之前有做過 就是把 類似的欄位喔 把部分資料切割到那邊去就可以了 所以喔 接下來我們可以在 D欄的地方點一下 按右鍵插綠欄 在C欄 的右邊 增加一個空白欄 那欄的名稱呢 也許叫年好了 比如說我要統計嘛 我需要一個欄位叫年 那這個年呢 可以從哪邊取呢 其實可以從那個103這邊取過來 有沒有103 可是他不是說只有 104年以後嗎 其實他怎麼104 所以這個應該有錯誤資料 不管喔 反正我們就先 先取 我們需要的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直接取前三個字 所以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用 哪個函數 最簡單呢 當然這邊你其實可以用那個文字類裡面 上個禮拜有 才用到 前三個字嘛 你可以用lapt 有沒有 那lapt的話呢 你可以跟他講說 發生日期幫我帶過來 然後我要取前三個字 那 首先當然你可以看到 發生日期裡面的資料呢 他基本上 他是靠右對齊對不對 所以如果靠右對齊的話 裡面應該是一個什麼 應該是一個 數字 OK 我前面也特別強調 數字喔 因為你數字才會靠右對齊 如果文字才會靠左對齊 這個敏銳度一定要有 如果你沒有這個敏銳度喔 以後你用ecl一定會常常發生錯誤 因為很多人就是 文字跟數字搞不清楚喔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當然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 用lapt不是文字函數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選他的時候 他會自動幫你把資料轉換成文字 再切割 所以他其實這中間其實是有一個 所謂的自動的動作喔 OK 他沒跟你講喔 我幫你把 這個 數字 轉換成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資料前後都多了雙引號的符號喔 OK 本來是沒有喔 他 自動幫你轉 因為轉完之後才能切啦 那我要幾個 我要三個字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當我輸入3之後 他就幫我取得前三個字 的文字 所以得到的話一定也是103的 什麼呢 文字 OK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按確定的話 請問一下喔 他會靠左還靠右對齊 對 如果你假設啦 靠左的話 他一定是文字 所以這個文字放進來的話 有沒有發現 他是個文字 所以你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所有資料都會靠左 當然我建議啦 這個地方 最好還是 用 所謂的那個什麼 因為我要把他當年 年的話呢 如果越來越多 比如103 103 他的數量會增加的話 那如果假設他是一個文字 就比較沒有辦法 表達那個數量的增加 的這個部分 所以啊 理論上一般會 希望 再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把這個 文字怎麼樣 轉換成 數字 還記得吧 那如果希望把這個資料呢 轉換為 數字資料 那上禮拜好像用到 有個叫value的那個函數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外面 加一個v 有沒有 打一個v啦 最簡單就打個v 他會跳出value 第一個 你就把他點兩下 他會加一個value前刮弧 其實你就加一個 補一個後刮弧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103的文字 轉換 我們看這邊比較準 我再點他一下 他跳出來 有沒有他把103的文字 轉換成103的數字 當然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對齊的地方也會變動 有沒有 因為他是數字 所以他要靠右對齊 所以你會看到 得到的結果呢 一律就是靠右對齊 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忽略這個 文字跟數字的差異 將來你要畫個 折線圖 出些奇怪 為什麼他不會按照 我要排的順序排列 他怎麼亂跳 原因是因為你那個是文字 文字的排序 跟數字排序是不一樣的 可能要注意 OK好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完之後呢 再來 接下來我們會需要 先統計 這個數量的報表 再繪製一個圖 繪製一個圖表 那怎麼做很簡單 其實接下來的話 就是利用什麼 插入 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把那個 開放資料先取得 然後呢 取得之後 我剛剛是有先把它那個 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並且利用 這個發生日期 取得年的部分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統計 歷年來 到底治安變好 還是變不好 這件事情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其實 Excel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你一定要很熟悉 叫樞紐分析表 因為如果你會用樞紐分析表 你要做一些簡單的 統計分析 就會非常的容易 而且 你將來要做報表 其實很簡單 這個只要你有 對應的 欄位的話 剩下就很簡單了 請各位先試把這件事做出來 待會我們再利用樞紐分析表 完成所謂的 歷年切道折線圖這件事